哇,今天啊,来到这个修理车的地方了啊 给这个小葱的爱车呢,换换这个机油啊 这个是上一次帮助小葱,这是老板,你看,来检查这个机油 已经够了啊,这个是安德里老板 他刚刚开的这个,刚刚开的这个修理店啊 以前是自己是别人叫去家里啊,或者去修理店啊 现在他自己开了这个修理店啊,挺好的,现在自己当老板了啊 换这个机器的机油,还有这个离合器的这种机油啊 这个是机器的机油,你看还剩一点 可以啊,可以当摩托车做机油,摩托车的机油也可以啊 你看这边他比较厉害啊,这都是机器什么的,哎呦,热钢,纳钢的啊 小看来,链条,专门玩,这个机器感觉 不懂啊,小葱是不懂 树叶有专攻啊,人家是专门干这个的啊,咱们就 听人家的就好了啊,自己也不懂啊 小葱的挨车啊 里边什么都有啊 这一次呢,小葱就是打算要去这个,上一次骑摩托车去那个地方啊 这一次小葱打算,呃,开车去啊 因为上一次啊,这个,太狼狈了啊,骑这个摩托车走这种小的山路啊 回来的时候是大的路啊,那这次就决定,干脆就开车,开车去,如果下雨啊,也不怕,是吧 而且呢,还可以住在车里边,这是小葱的房车啊,也不用租那个酒店,这样也比较节省啊 所以旅游,呃,像小葱这样的,非常,呃,非常省钱啊,就开个车就可以了 或者骑摩托车拿个帐篷也可以啊 好了,他要换那个,这个,离合器的这个机油,嗯,在后边,这个刹车 这个水箱,老式的车,这个水箱很重要啊,就是要,呃,时不时的要检查一下水,啊 要不然他在这个机器太热了以后,会造成损伤啊,到路上就很麻烦啊 拿一个垫子垫下边啊,你看过去那种,修车它有一个那个,地道啊,可以到下边去,所以就,比较,比较好操作啊 像这个,他就得,得亲自钻,钻到这个车下里边去拧这个,呃,螺丝什么的 你看这工具,车就多啊 这班子大班的,班子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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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佩服人家啊,人家是,呃,车有什么毛病到人家手里边,高花一弄,哎,就变好了 看他在这里边,你看他已经有那个螺丝在里边,因为小通这车呢,已经有30多,91年的车,你想啊,91年的车 这边都是,还有,喷漆的,旁边是喷漆,你看,喷这个漆,有什么损伤啊,就在这里喷漆,你看,车轮的都,上一次小通也是喷过漆啊,你看都把它盖住,怕,影响到那个玻璃啊什么的,粘到玻璃啊,什么的,粘到玻璃 其实以前这个是那个羊鸟那个比赛啊,在这个比赛,现在他搬了,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啊,所以小通也比较熟悉这个地方 好了,洗完车呢,到时候咱们去,开始车出去兜兜风啊,问问孩子去,愿不愿意跟着去啊,稍微让他这个轮子什么的轴啊,什么转一转,好久没怎么动了啊 好,ok